圣主 致之事 韩月新庭 吩咐下去 家派人马日夜巡逻 属下分明 圣主 可是那栗蝉蓝到了锦州城 目前还没有得到消息 只不过这一整日 我都心神不宁 还是早做准备 有备无患 苍灵 只要见到秦芷燕 就把他捉来见我 是 至之事 麻烦你将凤山的人马尽快调来 以备不时之虚 是 刘薇 随我去查看御魔阵 是 我想 他快来了 是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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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大着呢 说是不想与我等 再有任何联系 派去的两个人 一个杀了 另一个被放了回来 姑姑与池之士有何谋划 为何之前 从未听两人提起过 圣主 若要用那秦齿烟来建新门 只需在江湖 放出秦渔 再有建新门的消息即可 何须如此大费周成 又联系那袁杰 是 若是江湖皆知 秦渔载我建新门 到时候秦芷烟没来 秦千贤来了 你要怎么应对 既然要用秦芷烟来 这消息 只要秦芷烟一个知道便可 而如今 万路门界被森严 立成兰将我派去的探子 拔除殆尽 守护在秦芷烟身旁的暗罗 未有甚多 若要这消息指他一人知道 元杰是最好的人选 人选择 大概是封省 走吧 把秦芷烟又来 将其秦重 立成兰必定现身 他只要对我建新门出手 那就算是打破了江湖 一贯的平静 江湖的平静一旦被打破 我就有理由召开宗门大会 柳薇已被祸心 到时由他开口 逼迫秦千贤献出先贤 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待我得到秦千贤的血 你就可以醒来了 待金仙成归 我宗门 便能重现辉煌 我离去完落门 告诉直言 我就说你这孩子回来的不是时候 山主 先贤杀剑仙门弟子之事 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报复 柳苏若那寡妇 到底想谋划些什么 老夫不知道 但是他既然来了 就必定求于老夫 我倒要看看 他搞什么鬼 会不会 与剑兰门主之事有关 我听说门主 前些日子去了江州城 此后 还传唤了顾寒光给他看伤 看来伤得不轻啊 那是江湖搞的事 与剑心门无关 剑心门的寡妇 想来还是要在秦旨燕身上动手 至于利尘兰 老父亲看看 若他真是伤得很重的话 这门主的位置 你该换个人来做做了 二 三 四 八 女魔头 利尘兰都多少天没来看你了 你真的不去和他道歉吗 你们俩这次吵架 要吵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 你想立成来了 我说了 要道歉 你自己去 我又没惹着他 而且 你自己说那么重的话 你真的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 是我昨日没有叫你今日去我那儿换药 还是你故意 你自己去 怎么会如此 你这身体 还真是不简单 难得看到你拿笔 在写什么 小美人好几天没消息了 我写封信先寄给她 阿妩 说句不好听的 在我看来 秦指掩那不过是缓定之计 她或许并不想 她想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 我就喜欢她那股 抖机灵的劲 你们俩说说 说这封信怎么写 才能显得我特别威武 特别厉害 然后又看得出 我对小美人的欣赏 但又显得我特别不着急 写信太难了 比杀人难多了 既然要写得隐晦些 不如抄几句诗给她吧 她们宗门女子 不就喜欢这些吗 诗 来来来 你来写 你写我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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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林子玉 老夫找门主有急事相生 门主正在闭关 已下令三日内不受理任何事宜 被山主 还是改日再来 林子玉 你三分两次阻拦老夫 老夫不跟你一般见识 此次我找门主确有急事 你若再敢阻拦 老夫就不客气了 暗罗魏只听门主命令 我是奉命行事 外面在吵什么 若北山主执意强闯 吵着等你死了 就怪我得不客气 你的伤 本来就因六合天一剑 有了闪电伤痕 如今 又多了一项黑气神畜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你的伤 应该与这把万军剑有关 你要想多活些时日 就不要用此剑 安心寄养个疤愿 现在的时日都是偷来的 怎敢谈以后 再救他便多了几手 北山主有何急事 门主 是 门主 属下最近打探得知 以剑心门为首的宗门 对五万路门 似有谋划 什么谋划 什么谋划 具体的正在打探当中 这算什么急事 门主 最近属下得知 您因为秦志焉的事情 而负了伤 老夫十分忧虑 秦志焉乃是宗门的弟子 进入万路门之后 宗门动作不断 我怕是 无妨 宗门的事我自有罢空 秦志焉虽然以前是宗门之人 而今却是我的徒弟 此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 好 门主既然执意如此 便报 属下告辞 您去忙吗 是 门主 还有何事 近来多事 还望门主 注意身体 山主 您回来了 这是什么 是西山主送来的信件 关羽楼那边递来的 这个月还没到给药的时候 关羽楼来信所为何事 承蒙恩人多年相助 千禁万分感激 然今日 宜姓林高手为我服卖 败度恩人药方 所有见解两三 高手言 若他为此药方丈量 他或将药方中 古今草检两前 女真子宗三前 获药效更佳 特此书信 将此建议告知恩公 望恩公斟酌一二 听什么江湖郎庄 胡编乱造 山主 小美人给送下来 这小子还真来信啊 这小子哪个小子 新山江湖 你 你真打算跟他里应外合 打开看看 小美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 随父诗一首 聊表相思 乌云满天细雨如枝 思念如电 滑破长天 他在说啥 大概是想你了 你看得懂 你去回他 别给他透什么气 敷衍过去 哄他开心就行 好 罗主 罗主 回信了 回信了 什么 那隐士 回信了 薛耀听此江湖郎中胡言乱语 药方剂量也是最佳 不可更改 这么多年来送药去信 从来只字未语 如今回信 却是与虚宗门主隔空较量 想来 倒是个对自己医术 十分自信的人 那送信人还在外面 还回吗 我请那人再送回去 是 这封信便不回了 想来他也是一时心气 他写了这段话 如若回信 隐士怕会嫌咱们多事 锅造了他 你先下去吧 是 剑字如人 看来 定是个锋利如刃的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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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你看 小美人回信了 不写情词不写诗 一方 这点什么呀 素帕 素帕寄心之 心之拿来颠倒看 恒也思来 树也思 这什么意思 大概是让你放心 不会辜负你 没别的意思了 应该没别的了 这么多字 就这一个意思 小美人 比我还未完啊 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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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